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评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普京新俄罗斯帝国不可避免的垮台 亚太经合组织的决定是一种务实的解决办法 香港需要一项全面的人口政策已经迟到了 同心恋运动会是一个提醒 所有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 在经济十字路口上 香港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 请大家收看 普京新俄罗斯帝国不可避免的垮台 外交政策 根据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 俄罗斯联邦重新帝国化和重建其前帝国的企图 最终将失败 文章认为 大多数帝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败 直到只剩下帝国中心 而复兴帝国的尝试通常会导致过度扩张和失败 俄罗斯的发展轨迹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相比 经济混乱 激进势力和强大的领导人 导致试图恢复帝国 然而文章认为 俄罗斯缺乏在帝国化的必要条件 包括强大的军事力量 强大的经济和有效的政府 该国的军队被描述为平庸 其经济规模与意大利或德克萨斯州大致相同 其治理变得越来越低效和不稳定 文章的结论是 俄罗斯的帝国野心已经死去 西方应该专注于加速不可避免地在帝国化结束 而不是延长苦难 这可以通过支持乌克兰 将其领土从俄罗斯占领下解放出来来实现 亚太经和组织的决定是一种务实的解决办法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特首李家超将因日程安排问题 而不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和组织 APEC领导人会议 取而代之的是 财政主管将代表他出席 这一消息传出之际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可能在APEC会议期间举行峰会 这一结果被视为一种务实的方式 使香港能够参与APEC会议 同时不升级紧张局势 自1991年以来 香港一直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APEC峰会 其持续存在 证明了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需要一项全面的人口政策已经迟到了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特首李家超引入了几项措施 以鼓励生育并创造更加适合养育孩子的环境 这些措施包括给每个永久居民出生的孩子 提供2万港元的现金津贴 更高的税收减免 更快获得政府补贴房屋 以及在公立医院扩大生殖技术服务 政府希望这些措施能提高目前每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 目前该指标为0.9个孩子 然而 一些专家认为 如果这些措施无法扭转这一趋势 可能需要更全面的家庭友好措施 此外 拥挤的居住空间和政治变化等因素 也可能影响在香港养育家庭的决策 同性恋运动会是一个提醒 所有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 南华早报评论版 同性恋运动会在香港开幕 这是该运动会首次在亚洲举办 运动会有来自45个国家的2400名参与者 包括传统体育项目和本地喜爱的项目 如龙舟比赛和麻将等18个项目 由于对香港国家安全法的担忧 这个活动引发了争议 一些LGBTQ活动人士呼吁取消 然而组织者强调这个活动不涉及政治 对所有成年人开放 无论性取向如何 在经济十字路口上 香港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的经济挑战比通常认为的更深 面临全球经济疲软和内地的挫折 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祥表示 张祥表示 香港的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 呼吁采取积极的区域战略 包括培育创新科技中心和再工业化 他补充说 香港需要留住人才 并强调其保持多元化 可能性和最佳实践城市的决心 香港全球抢奴才 德国之声中文网 加急华裔六四学者何晓清 因为入境香港的工作签证被拖延俱发 其雇主香港中文大学于三日时间便以无工作签证为由 解雇何晓清 快速炒鱿鱼 引发外界质疑 还说抢人才 现在是自毁长城 谁还敢再来香港应聘 为何说何晓清 如Unity一世人才 他的简历 生于广州 现为加拿大籍 2014年出版天安门流亡 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 或亚洲协会中国档案 评为当年关于中国的五大书籍之一 2019年 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历史系副教授前 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 并创办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的课程 连续三年 获该校卓越教学证书 他这次还是应中文大学支持 在去年8月 前往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研究 一直处于学术休假 Academic League状态 原定今年6月返港继续工作 包括跟进校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 即是说 何晓清被解雇前 其实是一个合法的 受聘于中大的学者 甚至得到中大支持才会赴美研究 如果我们简单理解为公司和员工的关系 即是说 何晓清是得到公司重用的 问题便来了 公司知道员工遇到困难 是否应该尽力协助解决 而不是落井下石 何晓清一直都有工作签证 这次突然被托迟 作为雇主的中大文学 有无积极帮助支援 即使最后签证决定权在政府手上 但正常来说 雇主也应该表示遗憾 希望政府有公开透明的决策过程 最低限度也要解释 为何不肯续约 但你今天完全看不到 中大有任何质疑 怀疑 抱怨的声音 反而非常顺摊 政府say no中大也跟着say no 这究竟是怎么样的学术自由环境 以后还能抢到人才吗 其实答案很简单 香港的大学不止中大 是香港的大学都要听令政府 而政府的抢人才标准只有一个 任何人才的前提都要是一个奴才 即使说 无论你学术成就多教人 如果你不肯做奴才 拒绝做奴才 你都不会是香港需要的人才 在政治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前提下 奴才便是王道 何晓清研究六四 同情六四 这本身已经违反中共对这起政治风波的立场原则 而中央的意志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整体现 没有例外 就像北大清华是不会聘请王丹一样 香港的大学 套用国内小粉红和官方常用之语 也不是法外之地 也就要和国内政治标准等量看齐 其实这个事情会变成新闻 还是那句老话 香港人未有心理准备 香港是处于自由转向极权的过程 或许有人仍然以为只要不是和2019年的黑豹有直接关系 或者只要我不提倡港独 不要求制裁 便可以守在平静的就是香港书桌做研究 但事实上 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只是一个起端 是一个打开极权管制的钥匙 打开了便不会轻易关闭 要留意今次何小青是被人举报的 民建联的那位自称也是一个历史科老师的穆家俊 曾在爱国报章撰文 标题就是中大需清除反中乱港学棍 对何小青大肆攻击 即是说 中共根本不需花气力在香港各处清除敌人 自有香港内部的奴才勇于表态批斗检举 等于是遍布天眼在香港各个层面 而且这种检举之风 无异于文革时的破似旧 都是把一些已经存在已久的传统文化事物 突然用政治眼光审议批斗 这真是要把香港仅存的紫砂茶垢统统刮走 中文大学急速解雇 可耻也可悲 社会大众会为这间大学不敢抗争 不敢质疑 便迅速下跪解雇学者 感到可耻 但同时也很可悲 因为中文大学 其实正被立法会的几个爱国议员 以私人草案的形式改革校董会 简而言之 就是把校方的自主权阉割 把可以有独立意志行使的校董会 改到人面全非 大量加入校外成员和行政长官委任的人士 最终便是政府的意志 可以完整控制校长的人选 所以在公众眼中 即使中大已经在何小青这件事上 做到如此下跪求饶 但也无法逃过被围攻甚至肢解的下场 因为共产党要的 不是你在某一件事上忠诚 而是要由制度上 保证你们会听命行使 所以经此一役 中大可谓元气大伤 解雇何小青令人质疑 中大捍卫学术自由的能力 改革校董会 自主权尽失 更代表何小青这个案件 不会是个别例子 而是陆续有来 中文大学 或者是香港的高等院校 都无办法成为学者安心立定的象牙塔 毕竟香港的大学 已经把国安法列入必修科 在这种环境 你需要的是能讲解六四真相的 以文乱法的人才 还是入心入魂入脑的奴才 曾志豪是香港媒体人 曾任职香港电台 担任时事讽刺节目头条新闻主持人 目前旅居台湾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社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一些关于俄罗斯 香港和同性恋运动会的新闻 让我们来做个简要总结 首先 根据外交政策的文章 俄罗斯重新帝国化的企图 最终将失败 文章认为 俄罗斯缺乏在帝国化的必要条件 包括强大的军事力量 经济和政府 所以 西方应该支持乌克兰解放领土 加速俄罗斯在帝国化的结束 其次 香港特首将因日程安排问题 不参加亚太金河组织领导人会议 这一决定被认为是一种务实的解决办法 使香港能够参与会议 同时不升级紧张局势 而且 香港一直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APEC峰会 这证明了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另外 香港特首引入了一些措施 鼓励生育 并创造更适合养育孩子的环境 然而 一些专家认为可能需要更全练的家庭友好措施 此外 拥挤的居住空间和政治变化等因素 也可能影响在香港养育家庭的决策 同性恋运动会在香港开幕 这是该运动会首次在亚洲举办 这个活动引发了争议 但组织者强调 这个活动不涉及政治 对所有成年人开放 无论性取向如何 最后 香港面临经济挑战 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 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表示 香港需要培育创新科技中心和再工业化 留住人才 并保持多元化 可能性和最佳实践城市的决心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总结 我个人认为 俄罗斯的帝国野心确实面临很多挑战 而香港需要更全面的人口政策 和积极的经济策略来应对当前的困境 同性恋运动会的举办则是一个提醒 我们应该尊重和平等对待美的人 请大家留意 接下来我会回答你们的问题 欢迎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查尔斯国王的首次经历 特朗普上台发言 马斯克推出带有一点幽默的 AI聊天机器人 随着美国反对承担领导角色 联合国气候基金的争夺战即将爆发 加斯巴福特 87岁 是纽约市马拉松比赛中最年长的跑者 日本UFC新星平良龙朗 将在与卡洛斯 爱尔南德斯的比赛中迎接下一个挑战 请大家收看 南华观察文章 现在是中国政府审查其政策的时候了 它迫切需要投资来振兴受三年龄新冠病毒控制重创的经济 关键是在安全与发展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 以安抚国内外投资者 这一关键问题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举行的重要党全体会上得到解决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情绪恶化了 更多人私下痛苦地抱怨中国已经变得无法投资 这种不祥的观点甚至在五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8月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访问中国时提到了这一观点 指出了对那些使在中国做生意风险太大的公司的行为 驳回了这一指控的中国应该认真对待这一投诉 一些官员仍然持有过时的信念 即中国市场太大不容错过 他们必须意识到外国投资者的情绪正处于悬崖边缘 甜言蜜语和红地毯欢迎已经不够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一些总部位于香港的基金经理告诉我 他们发现越来越难以说服总部或机构投资者 批准在中国的新投资 而不是印度 一家大型基金的一位经理感叹道 我们相信中国的增长故事 我们想投资 但这真的越来越难 他后来表示 他已经决定关闭在香港的办公室 他并不孤单 包括Vanguard和Sequoia在内的美国主要基金计划 要么关闭在中国的业务 要么拆分与中国相关的业务 美中紧张局势为印度提供了一个 展示其制造业力量的机会 随着北京寻求稳定 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 在投资者永远离开之前 他应该不浪费时间采取实质性措施来安抚投资者 首先 北京必须抑制其7月修订反间谍法后 发起的抓捕间谍运动 马斯克推出带有一点幽默的AI聊天机器人 BBC 艾龙 马斯克在他的社交媒体网站X上 推出了一个名为Grog的AI聊天机器人 目前 该聊天机器人仅对特定用户开放 马斯克声称 Grog是目前最好的AI聊天机器人 并且他喜欢讽刺 然而 早期测试显示 Grog存在常见的AI问题 比如拒绝回答某些问题 马斯克表示 Grog将回答其他AI系统拒绝回答的那问题 该聊天机器人目前处于测试阶段 最终将对X的付费订阅用户开放 随着美国反对承担领导角色 联合国气候基金的争夺战即将爆发 金融时报 美国反对在全球基金中承担更大的角色 来帮助各国应对气候变化 这一分歧 发生在阿布扎比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 在离开会议室后 美国谈谈代表返回 并对已经得到其他国家同意的最终文本提出了意义 分歧集中在对基金贡献的性质上 美国坚持认为应该是自愿的 这些建议将在本月底 在迪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得到批准 加斯·巴福特 87岁 是纽约市马拉松比赛中最年长的跑者 纽约时报 加斯 巴福特是一位87岁的新西兰人 他是今年纽约马拉松比赛中最年长的参赛者 自从50多岁开始跑步以来 巴福特已经参加了数十次马拉松比赛 并且经历了一些健康问题 包括心脏弹膜移植和三次髋关节致患手术 他的妻子有时会劝阻他跑步 但巴福特表示 他在退休院中的生活规律使训练变得容易 日本UFC新兴平良龙朗将在于卡洛斯 爱尔南德斯的比赛中迎接下一个挑战 雅虎 日本营量级选手平良陈朗14-0MMA 4-0UFC将于12月9日在上海于卡洛斯 爱尔南德斯9-2MMA 2-1UFC进行三回合比赛 平良在UFC中进行了四场比赛 并在职业和业余生涯中保持不败 目前该赛事尚未宣布主赛事 尼泊尔的致命地震再次引发了更致命地震的担忧 纽约时报 尼泊尔官员正在评估周日早晨 袭击该国西部的地震造成的损害程度 至少有150人丧生 数千人无家可归 科学家警告称 该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应对日益增长的更大地震风险 2015年 尼泊尔东部发生的地震造成近9000人死亡 但上周五的地震死亡人数显示该国毫无准备 尼泊尔还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融化的冰川导致洪水泛滥并影响农业 试图将特朗普从2024年选票上除名的努力引发了选举混乱的担忧 彭博社已经提起了一系列诉讼 试图根据唐大德 特朗普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努力 取消他再次竞选总统的资格 参与这些案件的律师和法官认为最终将由美国最高法院解决 而法官们可能会被卷入2024年初周选举官员准备最终确定选票的选举混争中 这些案件的核心是第十四修正案的第三条 该条禁止某人在宣誓支持宪法后参与叛乱 否则将被禁止担任公职 大型科技公司的增长前景受到销售前景疲软的质疑 彭博社 大型科技股包括苹果、谷歌姆公司、Alphabet、Meta平台和特斯拉 都公布了2022年第三季度超出预期的盈利 然而,对于今年剩余时间的前景不太乐观 人们担心电动汽车的增长和需求 因此,投资者变得更加谨慎 导致科技股的抛售和估值下降 市场的修正被视为标志 表明标普500指数接近尽头 这可能导致科技股在年底出现反弹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您每周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有几则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是埃隆 马斯克推出的AI聊天机器人Grock 这款聊天机器人拥有幽默感 并且据说是目前最优秀的AI聊天机器人之一 然而,在早期测试中 Grock还存在一些常见的AI问题 不过,马斯克表示 Grock将回答其他AI系统不愿回答的那问题 这款聊天机器人目前处于测试阶段 将来会对付费订阅用户开放 接下来是联合国气候基金的争夺战 美国反对在全球基金中承担更大的角色 来应对气候变化 这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引发了争议 这次分歧的焦点在于基金贡献的性质 美国认为应该是自愿的 这些建议将在本月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得到批准 再来是一位87岁的跑者加斯 巴福特 他是今年纽约马拉松比赛中最年长的参赛者 巴福特自从50多岁开始跑步以来 已经参加了数十次马拉松比赛 并且经历了一些健康问题 他的妻子有时会劝阻他跑步 但巴福特表示 他在退休院中的生活规律使训练变得容易 此外 日本UFC新兴平良龙朗将在于卡洛斯 埃尔南德斯的比赛中迎接下一个挑战 平良在UFC中保持不败 并准备着他的下一场比赛 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场精彩的对决 接下来是有关尼泊尔地震的消息 尼泊尔官员正在评估周日早晨的地震造成的损害 至少有150人丧生 数千人无家可归 科学家警告称 该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 应对日益增长的更大地震风险 这次地震的死亡人数 显示该国并不具备应对地震的准备 尼泊尔还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这导致洪水泛滥并影响农业 最后是有关特朗普的消息 有人试图将特朗普从2024年的选票上除名 这引发了选举混乱的担忧 这些努力已经引起了一系列诉讼 并且预计最终将由美国最高法院解决 这些案件的核心是第14修正案的第三条 该条禁止某人在宣誓支持宪法后参与叛乱 否则将被禁止担任公职 最后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对特朗普被除名的努力有什么看法 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尔街电视 这里是沙伦一报 我是沙伦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讲一讲 欧洲版的灵魂食物 就是巴尔干美食 巴尔干半岛是指 欧洲东南部的一个地理 还有地缘政治地区 它得名于巴尔干山脉 也可以叫做巴尔干半岛 或者是东南欧洲 根据不同的地图 这个地区有多达13个国家 它们部分或者是完全 位于这个半岛以内 不过因为巴尔干半岛的范围 不仅仅是由地理来定义 所以各种资料和来源 对它们的定义都有所不同 有些人呢 他们仅仅从地理的角度来看 而其他人包括了政治 历史 社会 还有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巴尔干美食呢 是指的是完全或者是 部分位于巴尔干半岛的 国家的地区美食 它起源于奥斯曼美食 吸取了土耳其 希腊 波斯 还有阿拉伯国家的烹饪传统 此外呢 地中海 还有中欧的烹饪风格 也在其中有所影响 巴尔干美食 可以让你尝到 很多种不同文化的味道 现在呢 咱们就来说说几个 最有代表性的佳肴 第一个要提到的是 Iva 就是红椒酱 它是巴尔干地区 最受欢迎的调味品之一 是一种由烤制的 红甜椒 茄子 还有橄榄油 制成的烟熏酱料 一般涂抹在面包上 或者是当配菜 味道可以从甜到辣 再到非常辣的不同程度 通常人们呢 都会在秋季的中期 来制作红椒酱 因为这个时候的 红甜椒最新鲜 最丰富 有趣的是 Iva这个名字 源自于土耳其的一个词 Haviar 意思是鱼子酱 在20世纪之前 多脑河的水域 产生了大量的鲜鱼 那个时候 Iva指的是鱼子酱 广泛食用于贝尔格莱德 当鱼子酱的生产减少的时候呢 一种红椒酱被提供作为替代品 如今呢 它是许多巴尔干美食中最常搭配的调味品之一 第二个要提到的是 Maze 这指的是一系列的小菜 通常作为巴尔干西亚还有北非地区的开胃菜或者是小吃 一般还有经常搭配酒精饮品一起享用 在整个巴尔干都非常的受欢迎 可以由各种不同的组成部分制作而成 比如说打个比方 在塞尔维亚 波斯尼亚 还有以及黑山 Maze拼盘可以由甜椒酱 腌制的猪肉或者是牛肉 以及辣椒味的腌制香肠 还有各种糕点制成 然后在克罗地亚南部 更常见的是来自地中海地区的腌制肉类 比如说Pursuit 还有意大利熏肉 下面要讲的是布列克 这是指一种奥斯曼式的糕点 通常用薄而酥脆的面团 里面有肉 奶酪 土豆 还有像菠菜这样的绿叶蔬菜 它还有多种形式 广泛流行于巴尔干 南高加索 中亚 黎凡特地区 以及东欧 还有中欧的一些地方 布列克一般都是早餐食用 然后配一杯酸奶 在巴尔干地区 布列克有许多不同的名称 波斯尼亚的布列克被称为Pita 也许是巴尔干地区最著名的布列克之一 它通常里面有肉 然后以螺旋形滚卷 里面也可以放其他食材 比如干烙 菠菜 奶酪 以及土豆 现在呢 甚至还有Pizza 还有一个我在网上搜到最奇怪的就是赵烧布列克 很奇怪吧 说完了这个我要提到切瓦皮 它是巴尔干地区最受欢迎 还有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 是一种将肉馅制作成碗状或者是柱状并在火上烤熟的烤肉 通常呢 由猪肉 牛肉 羊肉 或者是几种肉的混合制成 它在萨尔维亚 还有波斯尼亚 尤其受欢迎 被视为国家美食 说到肉 有一个不能不提 就是希腊旋转烤肉 希腊旋转烤肉 是希腊美食中最著名 还有最受人喜欢的美食之一 它是一道用烤制的调味肉 从垂直的转炉上刨下来 然后放在面包里面 配炸薯条 番茄 洋葱 酸奶酱 它基本上就是希腊版的土耳其肉夹串 里巴嫩的沙威马 或者是墨西哥的烤肉 Gilos这个名字源自于希腊语 意思是圆圈或者是旋转 它起源于土耳其中的Donut 也是只旋转 人们认为Gilos是对肉夹串的改编 后者通过在二战后不久由 安纳托利亚还有中东的移民传入雅典 说完了这个 咱们下面要提到的是沙尔玛 这个的做法类似于亚洲的春卷 在巴尔干地区有很多种做法 制作的时候呢先将脆肉生米以及调料 混合搅拌成馅料 再用卷心菜做外皮将馅料包裹起来 最后搭配酸卷心菜排骨以及调料长时间的焖煮 有些地方呢竟然用鱼 还有熏培根来代替肉类 三马的字面意思是包裹 好这说了半天咱们来点甜品 这个呢准确翻译没有 咱们就叫它巴尔干煎饼果子吧 这是一种薄薄的煎饼 通常呢可以被 就是可以被类为煎饼果子 在巴尔干地区还有中东欧的一些地方 非常的受欢迎 它是由鸡蛋面粉牛奶还有糖制成 非常类似于法国的可力饼 主要的区别呢在于 主要的区别在于巴尔干煎饼的面糊呢 可以立即烹制 而可力饼的面糊你需要等一个小时 至少一个小时 它可以热食或者是冷食 可以是甜的或者是咸的 可以是什么都不放 或者是里面你想吃什么就放什么 在作为甜点食用时呢 通常会撒上糖粉 或者是淋上巧克力酱 在里面放各种食材 比如果酱 干果 新鲜的水果 甜奶酪 葡萄干 核桃和杏仁 还可以放蜂蜜 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吃法呢 是就涂一点蜂蜜 然后在里面再放一点核桃 真的是非常好吃 然后如果你想吃咸的 你就不加糖 在里面放肉类 蔬菜 蘑菇 还有奶酪 拍完这个视频以后 我是感觉相当的饱 对我来说呢 美食不仅仅是为了拍个漂亮的照片 或者是华丽的摆盘 它是为了让你吃饱 然后温暖你的心灵 跟家人还有朋友一起享受美食的时光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把巴尔干美食称为 欧洲版的灵魂食物 它也许不是最健康的 也不一定是最好看的 但是吃起来美味无比 让你感觉很开心 各位有没有吃过巴尔干美食 吃过的话感觉怎么样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好 这一期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沙伦一报 我是沙伦希望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我是华尔街电视的小安 为大家主持一档新的节目 亚洲大眼睛 什么样的内容 您慢慢看就知道了 日媒揭露 中国外交工具熊猫 令中国收益超过2.8亿美元 凡之各国却因此损失近3亿美元 皆因是养熊猫必须缴付昂贵租金 其养育费更是惊人 自由财经引述日经亚洲报导 中国租借熊猫的经济成本 是每对年租100万美元 而从2014年以来 中国政府已经向海外派遣了21只大熊猫 其中13只前往欧洲 平均租贫期间也从先前的10年延长至15年 报导就提及 熊猫租贫的合约细节变得越来越保密 而根据租贫协议 若大熊猫在租贫期间与动物园死亡 必须向中国赔偿50万美元至100万美元 同时根据协议 这些饲养大熊猫的动物园 若有小熊猫出生 每只都必须向中国支付额外费用 当小熊猫成长至2到4岁时 就必须被送回中国 因为是中国的财产 而在中国当地 中国政府透过熊猫拖展外交 所圈养的熊猫数量也持续攀升 2022年所圈养熊猫已经达到698只 20年间成长了3.3倍 日经亚洲联系全球十多家动物园 从动物园记录、法律文件、公开文件和媒体报导等资料显示 自1994年以来 从加拿大多伦多到日本东京的动物园 已经带给中国至少2.8亿美元的收入 那世界最古老动物园 奥地利保育熊猫20周年 作为世界最古老的动物园 每全宫动物园 每年都迎来200万游客人次 其中许多人是冲着大熊猫而来的 中国四川大熊猫龙辉和羊羊 于2003年起就顶居奥地利 前后就生育了5个幼崽 创造了欧洲圈养大熊猫 在没有人为干预状态下交配生育的记录 而美国动物园或清空熊猫 中共熊猫外交画上句号 大纪元就报道 自1972年 尼克松访华开启了熊猫外交以来 华盛顿美国国家动物园 始终有见证美中关系缓和的熊猫存在 如今随着三只大熊猫送返中国 美国国家动物园的大熊猫时代 将要画上句号 若亚特兰大动物园明年无法续约 到了明年底 50年来美国动物园里将首次没有大熊猫 在美中关系中 熊猫一直具有象征意义 美国退还象征中共软实力工具的大熊猫 显示出50年前解冻的美中关系 又将退回到从前 尼克松时代 中共开启熊猫外交 1972年 尼克松总统对共产中国进行了破冰之旅 尼克松夫人特地到北京动物园看大熊猫 喜爱之情易于言表 周恩来随后赠送了两只大熊猫 玲玲和信信 释放出了美中关系改善的信号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 叶耀元就认为 熊猫象征两国重新再接触 相对来说 用这个方式 至少可以让两边的人民觉得 好像比较友善 单纯就是用这种做法 随着西方国家元首访华 赠送大熊猫成为此后十年中共外交的标准程序 1973年至1983年 中共先后向日本、法国、英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德国等国家 赠送了大熊猫 熊猫外交渐渐成为了中共外交手段 神经学家研究就显示 大熊猫与人类的幼儿有相似之处 肥胖的脸颊、盘山的步态、塔鼻子和超大的眼睛 触发了人类大脑中与婴儿相同的回路 熊猫还表示出一种温和与善良 让人暂时忘记背后中共政权的种种恶行 因此西方的有势知识将其称为特洛伊木马 专家认为 熊猫外交能带来高热度的话题讨论 分歧远小于政治、经济 能够有效消解政治经济交流带来的严肃感与距离感 激发民众最朴实的情感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就解释说 中共为了生存经常做一些统战去分化对方 如果它有很强大的力量压制对方 就用不着这么做 但它劣势的时候就会装作很乖 像熊猫一样很会包装 北京只是作为国理大熊猫挑选的四大标准 那三岁左右绝对健康 提心适中外观漂亮 在这里外观漂亮是指熊猫头要圆 白区和黑区界限鲜明 双眼要类似短八字 黑区不能太大 1994年中国曾租借一对熊猫给韩国 后来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每年100万美元的租金实在付不起 韩国于1998年将熊猫归还给中国 马来西亚政府在2016年11月时估计 到2024年得花费超过1.51亿令吉 才能在吉隆坡国家动物园饲养一对熊猫10年 而芬兰动物园除了同意每年支付约100万美元的大熊猫租贫费外 还耗资820万欧元建造了一座熊猫馆 当中包括了一个为小熊猫所准备的设施 其动物园执行长指出 养育大熊猫每年的总费用达到150万欧元 不过现今传出芬兰也无力饲养大熊猫 该合约为15年 但目前也只过了5年 1957年至1982年间 中共总共向9个国家赠送24只大熊猫 1984年北京停止免费赠送大熊猫 转而实行高价租借模式 租给国外动物园进行短期展览 2000年以后 短期租借模式被长期的合作研究项目所取代 期限通常10年可以再续约 每年花费100万美元 如果熊猫生下小熊猫 每年租金增长60万美元 小熊猫3-4岁后要归还中国 分析人士就指出 大熊猫就像一枚印章一样 象征中共与另一个国家确立了长期信任关系 哪个地方有大熊猫 就意味着那个地方与中共有经贸关系 除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波熊猫外交 1990年代之后 熊猫外交再度升温 这时候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四个动物园 共接收了九只大熊猫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 提出了一带一路 熊猫外交又开始升温 这次熊猫外交的高峰期 与中共海外投资的高峰期相吻合 过去10年 习近平向欧洲大力开展熊猫外交 亲自批准向德国、荷兰、丹麦和芬兰等国家的 每一笔大熊猫租借计划 去年中国向卡达尔赠送了一对大熊猫 这是中国首次向中东国家提供租借 但为了达到新研究的目的 在决定是否向某个国家赠送大熊猫之前 中共要求外国国家元首亲自向中共提出请求 熊猫还被中共采用来作为惩罚的工具 2010年就在中共警告奥巴马 不要会见达赖喇嘛两天后 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和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出生的 第一批熊猫幼崽 在中共的命令下被送回中国 2019年在美中贸易战紧张之际 中共从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 收回了大熊猫白云和他的幼崽 6岁的小礼物 今年由于荷兰追随美国 先制先进半导体处理器芯片设备 对中国的销售 荷兰动物园3岁的大熊猫繁星 也被中共造回中国 可爱的熊猫形象已经成为了中共拉拢 以及要挟外国政府的一张王牌 鉴于目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 中共当局现不再允许 与美国动物园续约熊猫协议 目前美国孟菲斯和圣地亚哥动物园的熊猫 已经送回中国 华盛顿特区国家动物园的三只大熊猫 美乡天天和他们的幼崽小奇迹 到现在都还没有续约的迹象 也计划于12月初返回中国 亚特兰大动物园熊猫明年送回中国 这将是50年来 美国动物园第一次不再有中国大熊猫了 那除了美国之外 如果中共不延长现有协议 英国也将在12月归还最后两只大熊猫 澳大利亚明年也将归还熊猫 那冯崇义就表示 美国 欧洲 英国 还有澳大利亚 很多国家都把熊猫送回中国 就是关系崩了 不再是朋友了 之前还在商言商 现在就是脱钩 去风险 和把中国当成一个风险退出来 那成任联邦 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局长的 丹尼尔·阿什 对美联社表示 美国大熊猫租借协议 已经有50年历史 之前的协议遇到困难 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能很快得到解决都可以得到续约 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现在看到的是 两国政府之间在更高级别上的紧张关系 需要在该级别上得到解决 如果无法续约 50年来 美国动物园首次不再有熊猫 也让使得欺骗世界的中共熊猫外交 画上句号 有报道就猜测 这次如果APEC拜习会成行 习近平可能再次使用熊猫外交的手段 即再度送给美国熊猫 谢谢大家 这就是本期的亚洲大眼睛 希望听到您的意见 留言在节目下方 欢迎大家收看 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对前 沟商银行银行家张红利 展开腐败调查 中国对人民币日常水平的控制程度 达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面临新的美国芯片规定 了解这五件事情 中国承诺增加贸易 香港股市飙升至三周高点 美国正在悄悄地向台湾大量武装 请大家收看 中国对前 工商银行银行家张红利 展开腐败调查 彭博社 中国对中国最大银行 工商银行前副行长张红利 展开了一项腐败调查 张红利 他因涉嫌违反纪律和法律而受到调查 这项调查是中国持续打击金融领域腐败的行动的一部分 今年已经有100多名官员和高管被查处 张红利于2010年加入工商银行 成为中国国有银行中首位担任高级行政职务的外籍银行家 中国对人民币日常水平的控制程度达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彭博社 中国对人民币的严格控制参考汇率可能会导致货币压力的积累 最终可能会释放出来 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保持严格的范围控制 过去类似的波动下跌往往是人民币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兆 交易员们正在关注中国当局加大货币宽松政策或美元飙升可能成为突破人民币范围的催化剂 中国面临新的美国芯片规定 了解这五件事情 日经亚洲 在美国提前实施对其最先进产品出口限制之后 英伟达在中国的业务受到了审查 迫使该芯片开发商调整其在中国市场的产品 然而修订后的出口规定将于11月16日生效 威胁到英伟达在其中一个最有利可图的市场的销售 这些规定要求公司申请许可证 才能将尖端人工智能芯片出口到中国和其他指定市场 这些更严格的控制措施扩大了2020年10月引入的出口限制 旨在遏制北京的芯片雄心 更新后的规定还适用于更多国家 包括伊朗和俄罗斯 预计这些限制将导致人工智能芯片的成本和开发时间增加 并使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初创企业更难与全球领先的芯片制造商合作 由于来自美国的压力 中国芯片开发商可能需要寻找国内生产合作伙伴 中国承试增加贸易 香港股市飙升至三周高点 南华早报 周一 中国总理李强承诺放宽政策并增加进口 香港股市上涨至三周高点 恒生指数上涨1.6% 至17938.11点 为10日12日以来的最高水平 科技指数也上涨3.5% 上证宗值增加0.3% 美国正在悄悄地向台湾大量武装 BBC 美国首次在40多年来使用自己的资金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 这代表着美国对台湾政策的重大转变 并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重新定义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依靠战略模糊性来维持与中国的关系 同时支持台湾 但台湾海峡的军事平衡已经明显向中国有利 美国现在敦促台湾重新武装 并提供财政援助以帮助提升其军事能力 这包括提供80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购买美国军事装备 未来5年可能达到100亿美元 台湾迫切需要军事支持 因为它对潜在的中国攻击毫无准备 该国的军事装备过时 陆军指挥结构过时 据报道 其反情报行动几乎不存在 美国还帮助重新训练台湾军队 并将其重点转向地面部队 步兵和炮兵以抵御潜在的入侵 目标是使台湾成为一个对中国难以征服的堡垒 然而台湾不能指望单凭自己来威慑中国 它正在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 台湾的脆弱性迫使美国采取行动 并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 美国对台湾的增加支持 正值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行动 引起其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国的扩张行为 无意中帮助台湾获得支持 并重塑该地区的联盟 华盛顿现在正在激烈辩论 美国在支持台湾方面应该走多远 一些人主张更强烈地公开承诺 而其他人则主张保持战略模糊性 尽管存在争议 但显然美国认识到台湾需要援助 并正在采取措施 加强其防御能力 如何解开一个华裔美国士兵的谜团 你错过的五篇周末阅读 南华早报 本文概述了来自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各种新闻故事 报道的故事包括对二战期间 一名华裔美国士兵死因的调查 以色列加沙战争的解释 关于1993年香港飞机事故的存档文章 关于传统中医科学基础的揭示 以及在TikTok上进行的一场叙事战争 中国用户被告知亚里士多德并不存在 孟买的第一家百万富翁购物中心是对奢侈品文化理解的肯定 南华早报 全球奢侈品牌开始关注印度 预计印度经济每年将以约7%的速度增长 使其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2017年印度的财富报告将其亿万富翁人口排在美国和中国之后的第三位 印度的奢侈品市场现在也在小城市中看到需求的增长 美国鸡块因发现金属而被召回 BBC 泰森食品公司在产品中发现金属碎片后 召回了约3万磅的鸡块 该公司表示 这次自愿召回是出于极度谨慎的考虑 受影响的鸡块是在一家工厂生产的 并分发到美国9个州 美国食品安全核检验局已经收到了一起轻微口腔受伤的报告 泰森食品公司过去曾因污染问题而不得不发起召回 包括去年在角落中发现镜子般材料的碎片 该公司将于11月13日公布最新季度收益 中国初创公司云妖AI已排名第一的开源模型达到了10亿美元的估值 南华早报 中国初创公司云妖AI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 以其开源人工智能AI模型取得了独角兽地位 该公司估值超过10亿美元 发布了其大型语言模型E34B 该模型经过大量数据的训练 能够阅读、理解和生成类似人类的文本、图像和代码 该模型在关键指标上表现优于其他模型 包括Meta Platform的Lama 2 该公司计划创建针对特定行业或竞争情况的专有替代品 并已经在研发一个拥有超过1000亿参数的模型 01AI由计算机科学家李开复创立 今年早些时候得到了阿里巴巴的云计算部门和腾讯的支持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在过去30年中 如何随着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的创新而发展 南华早报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正在庆祝成立30周年 并举办第二届全球金融领袖峰会 该活动将汇集全球300位顶级金融家 讨论诸如应对复杂性和全球经济等主题 HKMA现在旨在提高其在全球舞台上的知名度 首席执行官于伟文表示 该机构将继续在央行数字货币 CBDCs ESG和金融创新等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 HKMA还参与国际清算银行BASE并在BASE银行监管委员会上担任新职务 HKMA处于央行数字货币CBDCs代币化资产绿色金融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沿 它是全球首家发行8亿港元代币化绿色债券的中央银行 并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合作制定虚拟资产的新规定 HKMA还正在试点中国的数字货币电子人民币ECNY 并与中国、泰国和阿联酋的央行合作 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在国际支付结算中的应用 HKMA的员工人数从成立时的275人增长到目前的1000多人 并占据了国际金融中新二期大厦的14层 三个太平洋岛国表示 他们的领导人将不参加年度集团会议 路透社、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的领导人 将不参加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 这可能对地区团结构成挑战 因为中国和美国在南太平洋争夺影响力 相反 这些国家将派部长参加在库克群岛拉罗汤家举行的会议 巴布亚、新几内亚将由副总理约翰、罗索代表 而瓦努阿图总理查洛特、萨尔瓦伊将派遣气候变化部长拉尔夫、雷根瓦努代表 所罗门群岛政府表示 外交部长杰里米亚、马内勒将领导其代表团 太平洋岛国论坛由来自三个子区域 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 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组成 蚂蚁集团获准向中国公众发布人工智能产品 路透社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金融子公司蚂蚁集团已获得中国政府批准 可以向公众发布尤其百灵人工智能AI语言模型驱动的产品 在中国 公司在向公众发布AI产品之前必须经过安全评估并获得批准 蚂蚁集团此前已推出了一个专门用于金融领域的AI模型 并开始测试相关产品的消费者和专业应用 中国呼吁缅甸通过合作维护边境稳定 路透社 中国副外交部长农荣敦促缅甸与中国合作 以维护两国共享边界的稳定 在访问缅甸期间 农荣表示希望缅甸能尽快恢复稳定并解决内部分歧 他还呼吁缅甸加强对中国人员和机构在该国的安全保护 东北中国暴风雪导致航班取消 学校停课 路透社 中国东北地区正在经历异常寒冷的天气和暴风雪 最北部的黑龙江省取消了航班并关闭了学校 寒冷的天气和降雪预计将影响到几个城市 气温预计将下降6到10摄氏度 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多个地区的暴风雪橙色预警 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发布了暴风雪橙色预警和寒潮强风蓝色预警 寒冷的天气还迫使北京和天津的政府提前供暖 马来西亚希望让人们听到他们对福岛的看法 但不会禁止日本海产品 南华早报 马来西亚将继续从日本进口海产品 但希望日本考虑到该地区其他国家对福岛第一核电站废水排放的看法 在两国领导人会谈期间 马来西亚向日本表达了关切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伊布拉辛表示 日本已经保证废水对环境影响微乎其微 但马来西亚希望日本能考虑其他国家的关切 日本已经开始释放福岛核电站处理后的第三批废水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些近期的新闻 涉及到中国的金融 外交 科技等多个领域 首先 我们看到中国对工商银行前副行长张鸿利展开了腐败调查 这是中国持续打击金融领域腐败的一部分 也显示了中国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的决心 不过 我们也要注意到 今年以来已有100多名官员和高管被查处 这反映出腐败问题在中国金融领域依然存在 另外 中国对人民币的控制程度达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可能会导致人民币的压力积累 并最终释放出来 对于交易员们来说 他们正在关注中国当局是否会加大货币宽松政策 以及美元的走势是否会成为突破人民币范围的催化剂 这也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 此外 我们看到美国正在向台湾大量武装 并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 这标志着美国对台湾政策的重大转变 并显示出美国对中国在南海和东海行动的关注 台湾的脆弱性迫使美国采取行动 并提供援助 以加强其防御能力 不过 我们也要注意到 这可能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进一步影响到两国的关系 此外 还有一些其他有趣的新闻 比如中国初创公司01AI已开源模型 达到了10亿美元的估值 这显示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 另外 马来西亚虽然继续从日本进口海产品 但希望日本能够考虑到 其他国家对福岛和废水排放的关切 这也反映了国际社会 对福岛和废水问题的普遍关注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反映了中国在金融 外交和科技领域的动态变化 我希望通过我的解读 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视角和思考 接下来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